你现在看到的对比图 左边的图来自Mate Journey 右边的来自Stable Diffusion SDXL 0.9 Mate Journey的最强劲对手来了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AI观察员频道 我是小瑞 祝您今天拥有好心情 10天前Stable Diffusion推出了SDXL 0.9 这是Stable Diffusion 本本到图像模型套件中最先进的开发成果 也是AI图像生成的又一次飞跃 该模型将于7月中旬正式开源发布1.0版本 据称 这个模型的绘画能力可以与Mate Journey匹敌 我们现在可以在Dream Studio以及Clip Drop上先行体验 Clip Drop上是免费的 不过只有简易模式 我们先看Dream Studio 在这里生成图像可调的参数比较多 可以选择模型 添加反向提示词 上传图片图生图 调整图片纵横比 设置生成图片数量 高级设置理念 可以手动输入图片纵横比数值 AI创意自由度 数值越高 越会严格按照提示词来生成 迭代部数 种子 以及最后一个模型选择 有这样几种供选择 我们先来画一幅图 艾瑟 安德鲁斯风格 迷雾中 一位老人的电影特写镜头 默认是SDXLβ模型 我们要更换为第一个SDXL0.9 小瑞前面用Beta画过 两个模型效果完全不同 为节省积分 我改为只输出一幅图 每幅图将会消耗掉1.67的积分 还真的是进步很大呀 这细节不输Mate Journey 我的模型选择的是Cinematic 这是之前Beta版本的作品 进步巨大 再来一幅日落十分的雪景 惊人的漂亮 哇 这细节 同样 对比Beta版本 我们来看看积分的使用 新注册会有赠送 不过也仅够体验 10美元可以买到1000点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在ClipDrop中模型的表现 Stability AI在今年3月份 已经收购了ClipDrop 可以看到第一个 便是SDXL0.9模型 这里的使用 你只可以选择风格 我们试试刚刚的两个提示词 迷雾中的老人 和在Dream Studio中的尝试没有差别 不过这里可不必那么小心使用 免费会员每天可以画400张 并且可以下载HD高精图片 再试试日落雪景 真的太棒了 水印不是问题 Watermark Remover中 可以自动去除 关于水印 小瑞的另一个视频中 有更多去除的方法 那既然这么优秀 我们就来和Nik Journey比试一下 这段提示词堆叠了很多 关于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词汇 这个不太理想 再来 依然不太理想 色彩很暗 再来 调整一下模型 哇 这个对了 给大家看一下Nik Journey中的作品 这样对比 似乎还有一定差距 Nik Journey的审美 真的好牛 不过 Stable Diffusion的开源以及扩展 也确实是Nik Journey不能比的 更多的比较 Nik Journey无论是在审美 成像 色彩 光影 购图等等方面 都已经很完美 Stable Diffusion SDXL 0.9的进步 也非常惊人 色彩上 我想它还需要更进一步优化 接下来 小瑞为大家介绍几个 提供较完整创作面板的 线上Stable Diffusion绘画网站 第一个 Mage 刚刚收到他们的邮件通知 Realistic Diffusion 3.0模型更新 这些画作很惊人 不过免费会员不可以使用了 Mage免费会员 只有Stable Diffusion V1.5和2.1两个模型 是可以使用的 它提供的模型真的超多 并且会一直保持最快速度的更新 Laura模型 Text Inversion ControlNet 我们先看免费会员的待遇 有简易模式 以及Advanced模式 这里可以选择画作的纵横笔 调节绘画迭代步数 指导量表 允许AI的自由度 较高的职汇更加遵循我们的提示 种子可以添加反向提示词 采样方式 另外 出图后可用效果增强 我们先来尝试 画迷雾中老人的特写镜头 全部默认 还不错 落日雪景 很美啊 虽然图片分辨率较低 但画面似乎也充满了细节 你可以浏览站上其他人的作品 有喜欢的图片 可以复制相应的提示词 以及参数来辅助创作 JF模型也有 专业会员 每个月15美元 我想价格如果再便宜点 会更有竞争力 第二个 有道 AI绘画 之前小瑞有做过一期节目 专门介绍过它 需要申请开通 要大陆手机号码 它提供的模型 有ControlNet可用 有提示词翻译 有3DOpenPose 暂时没有Laura 我们先画雪景 同样的提示词 采样换一个 迭代步数 宽度加宽 生成 它的速度现在变得好快 不知道是不是较少人使用的原因呢 图出来了 很美啊 再来一张人物 用这个模型试试 不错啊 它的界面现在加了水印 不过不用担心 下载的图片是没有的 如果可以申请到 有道AR绘画对比Mage的免费会员 功能更多 也更好用 非常适合初学者 第三个 Run Diffusion 如果你能接受付费使用线上Stable Diffusion Run Diffusion也是可以考虑的 它的付费方式是按小时计费 小型服务器收费 每小时仅需0.5美元 随充随用 如果你只想短暂使用 或者只是想尝试玩玩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下一期节目 小瑞将会分享 可以和Mage Journey一样 在Discord中使用的几款AI绘画应用 别忘记关注小瑞 并打开小铃铛 第一时间获得小瑞更新的消息哦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如果您认为我的视频有趣 或对您有所帮助 希望您能为我点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感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